小朋友越来越难管了吗 有家长是限制小孩的手机 还有使用上网时间 没想到他的同学借他的另外一只手机 还伙同网友计划逃家 被远锦林夜带回的少女小林采15岁 13号因为爸妈限制她使用手机 竟然计划逃家 经过一个晚上计划 小林隔天14号在上学途中 由A网友把她接到火车站 让她顺利从高雄搭车往云林 接着再搭计程车跟网友碰烟 其中计程车子则由逼网友出钱 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报警 但人早就已经不在高雄了 由于网络3T产品普及几乎人手一机 家长在规范孩子使用手机 网络越来越困难 该如何拿捏松紧 管太炎怕孩子反弹 太松又怕孩子荒废学业 是大部分家长都会碰到的头痛问题 家里的话就是尽量一样 就是控制时间 妈妈怎么管你玩手机 可能吃完饭吧 然后写完功课 什么事情都做完 然后剩余的时间去玩 你功课写完什么的 你才可以去玩 然后再来 你如果还想要追加 像假日要玩 可以你成绩拿出啊 有的家长很开明 没限制时间 但该做事情必须要做到 但前提是要能与孩子达成共识 因为陶家的小林 平时父母也不太管 他手机怎么使用 只是当天发现 孩子玩太久 禁止使用 没想到让小林大反弹 上演陶家 家长到底该怎么管 恐怕还是得跟孩子 好好沟通沟通 TVM新闻张立凌牛璇高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